Hello 圈哥 今天來到喳喳主場 有沒有學幾句喳喳話和玩 我覺得這些喳喳厲害很多 因為他們的記憶力 反應力都快很多 而且我覺得 我第一次覺得原來 這裡的喳喳是可以 入行做瑜伽 他們拍照拍得很快 我一來到尾 妝也未發 很棒 而且我也很開心 因為見到這裡的喳喳 就知道有下午茶吃 但見到家裡的喳喳 就要想過才看 有沒有東西吃 因為在家裡 選擇不多 一來到這裡突然間 很多選擇 有點不習慣 有些選擇困難 是被人訓練到有選擇困難 以前我很喜歡貪心 我貪心是想好整台面的食物 很開心 但在家裡因為吃慣了 A餐和B餐 最多只有C餐 所以 星期五六日 星期五六日就有個橙 所以 來到這裡開心很多 你一天有多少餐吃 正常如果我不出聲 一天吃兩餐 要爭取了 才可以吃三餐 要申請 前回是不是戒口戒得很深 在家裡那些被迫戒口 出來那些主動戒口不同 出來那些有時候怕自己吃到肥 但是在家裡那些 很自然的 體重會下降 因為 她現在開始 我想 我家裡有兩個姐姐 都是年過五十的 她們不知在哪裏看書 看到生童飲食 就開始跟我 要你都要一起做生童飲食 她沒有跟我商量過 她主就說 這些是Keto 我說是甚麼來的 她就說反正好吃 我媽媽上個月就正式搬到香港 那我就開始吃些 流質飲食 因為我媽媽喜歡用攪拌機去攪 那些 果汁 糊 那我現在每天早上就喝英泥 我感覺自己好像一部 那些攪泥車 整個肚子都是英泥 會停在裡面嗎 不會的 暫時我的消化都很正常 所以 所以我 很珍惜出來 可以吃下餡茶 可以 調製一下自己的生活 那是有沒有這一餐是特別的 你說兩餐是哪兩餐 早上有餐和夜餐 你覺得每天吃這些 還有沒有東西值得期待呢 我 我現在基本上是人家 人家如果有家 糟了 那會不會折舵呢 別人就是很想回家吃飯 我就想盡辦法 不要回家吃飯 你真的把你姐姐說 你吃飯 有時 其實她又不是那麼慘 真的 你說我就煮 譬如說我想要蒸魚 那就蒸魚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 她覺得整個海洋是得一種魚 她幫了我四年 我除了買回來已經說到硬了的蒸魚之外 我沒有見過其他海魚 海洋是否只有一種魚 其實 她不懂賣一些新鮮的魚 是否是蒸 我不知道她是否省錢 因為便宜一點 即是硬身的 即是死了那些 但她都是零點煎的魚 煎 她知道不新鮮的魚是不可以蒸的 她知道 所以她全部都煎 我永遠都是吃一塊 硬上加硬的 可能脆了少少的硬的魚 但你媽媽是否吃不到 如果你媽媽來吃飯 我媽媽說挺好吃 她可能 她說 她不同國家的人 吃的東西口味不同 我媽媽喜歡吃香口的東西 她覺得有些煎炸的便好 那你今天不因為 我姐姐吃的生蠟 那時候 你來自我 唯一的好處 唯一的好處 而且我也覺得好 在家裡吃得 普通一點 出來可以吃得好一點 多一點選擇 多一點味道 但你剛才說不是很適合 即是食身 你自己很適合 很明顯我就不適合 對不對 我覺得我自己不適合 因為 要看身體指數 我覺得 我覺得 我可以吃 我又不是要肥一點 但是要健碩一點 有一點肉 爸爸 人到中年 有些肉都耐爛一點 真的 是否因為這樣的原因 所以前陣子 在美國演唱會 不想脫衣服 有脫了 有 不是 脫了的了 你看不到嗎 是 不是 脫衣服 不是每個脫衣服都好看的 即是你說 如果我有Tyson的身形 當然每次都打大赤蠟出街 衣服都不用買 但是不是 你會勤力嗎 你不會勤力嗎 你不會勤力嗎 蛤 你會勤力嗎 你會勤力嗎 錯誤了幾堂 我會去的 一共不記得 不是 我 我這次美國 有條事業線 都是在那裡操一堆 而以我感受來說 是不會有事業線的 你不想像Tyson那麼堅實 我覺得 拿回個中位 是啊 好像Heidi一樣 哈哈 要有的都沒有 不是 我覺得 撞得起衣服就可以了 我又不覺得 那些 比賽身形適合我的 今次你去美國 即是 今次又要我去 很開心啊 多謝主辦 多謝主辦 多謝天賦 我覺得 那開心一點 還有 因為在香港 私人飛機很貴 是 不是 是 我們這些 發夢的時候 要坐多少 是啊 但是 真的 沒有那麼飄的 因為它飛得高過民航機 它飛四萬多尺 但是好像我們這些 本身都怕怕 就是蛇龜的人 就會想一下 哇 是啊 飛得高一點 那 飛下來 就是這樣 不過是很舒服的 是真的很舒服 就是 好 打橫打碟睡都可以 會不會 打完之後 會不會 把民航機 改為私人飛機 不過好像不行 聽說 有些人說 想買幾張機票 拼在一起 是不行的 但是這次美國之行最大 是私人飛機知道嗎 不是 其實私人飛機這些都是玩的 就是可有可無的 你問我 我覺得最重要的是 觀眾 我們這次做了三個場地 其中兩個場地都是 有一個 紐約的場地 我們是第一個華人在那裡做 一個萬人的場館 那是見到 因為我都很多年沒有去美國 是真的 很多朋友來看 可以做到Full House 我都覺得很驕傲 很威風的 是 真的覺得很開心 Vegas Vegas也是 Vegas也是 那個MGM Grand Garden Arena 也是一個很多 就是我的偶像開場的地方 所以在那裡唱歌 是有一種神聖的感覺 真的 如果那些粉絲有沒有覺得 香港和外國那些 這樣說 我想是可能因為那邊的朋友 真是來不見我 香港的歌迷 是斯文一點的 那邊我們三場演唱會 都有下台去握手 因為覺得疫情已經 你說它過了也好 大家都接受也好 我也想和觀眾見面 還有賭場表演 我們頭兩場是在有娛樂場的地方 所以我們都想觀眾開心一點 所以我們有下台握手 那就是 是很激動的 真是很激動的 有人搶我的戒指 我正是拿著紙米 叫不要拿 是貴的 不是豬義繩 是更激動的 是很激動的 是 加拿大 東岸西岸 香港 香港都有粉絲飛過去看 是 是嗎 他們有叫多倫多 但我們都在想著 譬如我飛了兩個星期 回來時差三個星期 公司覺得不適合 通常公司是立即第二天上班 但今早三四點都眼光光 以前二至頭的時候 真的睡兩天就回覆 現在兩個星期都 所以今次就沒有帶爸爸媽媽去 經過上次倫敦的教訓之後 以後這些凡是要搭長途機的 真的不要搞 即是他們又辛苦 我又要顧著他們 但今次很開心的就是 在我們第一站在Vegas 我們在L.A.留多了幾天 就有見過一些很厲害的音樂人 即是有些大誇張嗎 是 聊緊 會合作 那麼 井底之蛙 真的 我覺得跟他們談完 看完他們的製作 那我們又錄了一首歌 都真的不是自己看不起自己的地方 而是在我們的工業裏面 真是落後別人十年以上 這個是真的 所以我都覺得 第一步就是我會將我團隊裏面的一些工作人員 送過去那邊去讀書 我就不行了 我要在那裏賺錢 賺回他們的學費回來 但是我真的有這個打算 我身邊一些重要的位置的人 我覺得是要宣傳去那邊讀書 那裏賺回他們的工作人員 對 那裏有什麼學院的工作人員 這麼好記性 在那裏賺錢 在隔壁站 到時會請大家上去坐 那裏賺回他們 那裏也會是一個 那裏也會是一個 又不說學院 就是一個 那裏叫什麼 木人行 什麼人都行 我們由幕前表演 但有些不同的 我們不是純粹音樂學校 就不是說你來學唱歌就唱歌 表演就表演 而是由做人開始 究竟在這行業 很多人都是 現在特別網紅的年代 所有人都可以出名 有流量 有知名度 但是譬如說 我們自己做這一行 我是上一代 咪咪姐 谷姐他們訓練出來的 你怎樣代人處事 在這行業 和職業道德 譬如說我們出席一個活動的時候 有些什麼 自己的責任 作為受邀者的責任 就是要由這些開始做起 因為我有時覺得 新一代的年輕人 他們有很多曝光的機會 但是好像 在心智各方面 好像沒有 未有人教他們 怎樣去做一個明星 但為何可以有任何的資格 是否有年齡 其實 我想是由Talent 看電影 譬如說 我們這次在美國 都剛好跟一些韓國的 演藝公司有見面 甚至乎我最近 我的節目 我Youtube的節目 又跟一個韓國的藝人 拍完 就是他來做我的嘉賓 自己一看 你會見到 很專業 就算他幾累 幾辛苦 鏡頭一拍攝機 我們一玩遊戲 他給反應鏡頭 那些其實全部都是訓練 沒有辦法 你的開箱很難 還是要養一般 不是的 我賣唱 不是 開心 其實 你問我 我也是 坦白說 我覺得 我自己終於有退下來的那一天 但我又不想離開這個行業 現在計算得來 差不多了 我會一部份 但我會牽頭 甚至乎將一些 可能已經淡出的前輩 真是 殿堂級的前輩 其實我有問過他們 他們都很想出來作用英才 他們都很想教一下新人 就是說 是的 的確 你說現在的trend 不同了 穿衣 不同了 髮型 不同了 說話的方法 或者玩社交媒體 不同了 但是 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是無變 即是怎樣做到 令到我們的KOL 或者令到我們的新人 在工作的配合 對傳媒的尊重 對觀眾的尊重 又或者當自己低潮的時候 怎樣的心理狀態可以強大一些 我們今天有個新人在這裡 18歲 Nono 由助手做起 不會的 但是要教 譬如現在他們都是 所有人都是由助手做起 就是要讓你知道 你將來人家帶一杯水給你 你穿了一件衣服 不要那天公司或者做刑事給一件衣服 你很容易就會說不喜歡 你要知道那件衣服來之不易 人家針給你的那杯茶 記者寫好你的一句說話 就是所有事情都不是英粉 所以我覺得最好就是這樣 就是讓他們由低造起 不好意思 你就做了一件衣服 我嗎 不會 我最多都是校工 但是我覺得 但是我覺得 我想 因為真的有時 譬如說 我在銀行那麼多年 我自己都有見過一些很有才能的人 但是就是因為他身邊沒有一個很信任 即他很信任的人 去教他 在他不開心的時候 去 點條路讓他走 那就會浪費了 我們見了很多這些例子 所以現在剛剛好 譬如說我們最近聘請的這班新人 全部都是十幾歲 但是很厲害的 又喜歡看韓劇 又喜歡聽歐美的歌 所以其實他們是比我們的起點更高 但是我經常都覺得 要在一個行業 你不想成為一個行業的 很容易被人淘汰的話 那你就要 全方位 全方位在說不僅是幕前的工作 包括是 怎樣 怎樣當人之物 怎樣面對觀眾 甚至乎怎樣尊重歌迷 我覺得這些都是很重要 就是新人要識 所以 譬如說今天我出來做這個活動 那客戶會有將那些簡介 我都要去 我真的要看完 你要知道自己那天在表演什麼 介紹些什麼給觀眾 那就由這些 所以都希望我的父母都放心 其實有時是暑期班 我們有時不一定是說 是否來到我們這裏就一定是 訓練營 或者是練習生 那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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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就 暑期班 就是 興趣班 甚至乎有些朋友 他不是做這行的 他是做Marketing的 他做Sales的 但是他想說話更厲害 他想應對能力 在公司的公關能力更高 那麼我們都會有專門的老師 甚至乎有些名嘴 就是我找到我身邊一些 好好 在這行 好好口才 不同的人 那還有就是 因為我們現在 我們演唱會的導演 和監製 是很缺人的 所以我們都會有這些課程 是的 都會有 就是 如果你不是想做幕前的 你想做幕後 想做演唱會製作的 音樂製作的 我們都會有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鈴鐺